- 尹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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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尹柔日前在粉專PO出長文 透露這幾天一直在思考人與人性 直呼不明白人是很難自我檢討 還是真的很難不要雙標 他認為某人在享受身為公眾人物的特權時 總是虛心接受這個身份 然而做了壞事後卻強調 從沒說過自己是公眾人物 是大頭正道認為這一切是理所當然的嗎? 他表示人們在檢討別人時總是往死裡批評攻擊 讓他忍不住想質問這些人是否扮演好自己的每個角色了 憑什麼能夠這麼做 他也強調自己最討厭人設 每天起床都要費盡心思 讓大家看到演出來的樣子一點意義也沒有 雖然每個人都會犯錯 每個人也都需要成長的過程 但最可怕的是不願意面對缺點 尹柔不忘提行眾人為清他人苦 默勸他人善 不能站在不同的立場 整定接鐵地說誰對誰錯 最後也強調文章不針對任何人 只是自己的有感而發 成功名被 ق決定 成功名被敘是不好看的 成功的包統 成功得到起床